我祝福尔康弥陀佛 我祝福尔康弥陀佛 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 他是永生不灭的 是维护万物的 他将是你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 以证实以前的一切天经 他曾将是陶拉特和英智利 在紫荫之前 一座世人的向导 又将证据 不信真主的迹象的人 必定要受严厉的惩罚 真主是万能的 是惩恶的 真主却是天地间 任何无所不能瞒的 你们在在子宫里的时候 他随意的以形状赋予你们 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 他却是万能的 却是智锐的 他将是你这部经典 其中有许多明确的经文 是全经的基本 还有别的许多隐微的经文 心从协念的人 曾从隐微的结文 企图混晓人心 探求精益的究竟 只有真主和学文精通的人 才知道精益的究竟 他们说 我们已确信他 明确的和隐微的 都是从我们的主降式的 唯有理智的人才会觉悟 我们的主啊 求你在引导我们之后 求你不要使我们的心 背离正道 求你把从你发出的恩惠赏赐我们 你却是博士的 我们的主啊 在无疑之日 你必定既和世人 真主却是不爽悦的 不信道者 所有的财产和子童 对真主的刑法 不能批依他们意思好 这等人是火域的燃料 他们的形状 和各民族的形状一样 他们否认真主的迹象 故真主因他们的罪恶 而惩治他们 真主的刑法是严厉的 你对不信道者说 你们将被克服 将被祭合于火运 那我辱真恶劣 你们却已得到一种迹象 在交战的双军之中 一军为主道而战 一军是不信道的 眼见这一军有自己的双倍 真主以他自己的诱助 协助他所抑郁的人 对于有眼光的人 此中却有一种借鉴 迷惑世人的 是丽人喜好的东西 如妻子儿女金银宝藏 骏马 身序和家等 这些是军事生活的享受 而真主那里 却有优美的归宿 你说 你告诉我们 比这更加美的好吗 敬畏者 而在他们的主那里 享受夏令祝贺的乐园 他们将勇聚其中 并获得纯洁的配偶和真主的喜悦 真主是明察纵服的 他们说我们的主啊 我们以信道了 求你奢与我们的罪过 求你使我们得美于火欲的刑法 他们是坚忍的 是诚实的 是顺从的 是好事的 是在黎明时求饶的 真主秉公作证 除他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纵天神和一般的学者 也这样作证 除他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他是万能的 是智瑞的 真主所喜悦的宗教 却是伊斯兰 曾受天经的人 除在知识将领他们之后 由于互相嫉妒外 对于伊斯兰 也没有什么意义 谁不信真主的迹象 真主不仅就要惩治谁 因为真主却是清算神速的 如果他们与你争论 你就说 我以全体归胜真主 顺从我的人 也是归胜真主 你对曾受天经的人 和不识字的人们说 你们已经归胜了吗 如果他们归胜 那么他们已经 遵循正道 如果他们背弃 那么你只负通知的责任 真主是明察众仆的 对于不信真主的迹象 而且万杀纵先知 万杀以正义命忍者 你应当以痛苦的刑罚 向他们报喜 这等人的善功 在今世和后世完全无效 他们绝没有援助者 难道你没有看见 曾受一部分天经的人吗 别人招他们去 依真主的经典 而判决真主时 他们中有一部分人 不愿意接受他的判决 他们是常常反对阵类的 这是因为他们说 我绝不接触我们 除非若干有数的日子 他们所捏造的 在他们的宗教方面 已欺骗了他们 在毫无可疑的一日 我将继合他们 那时 人人都得享受自己行为的 完全的报酬 毫不亏望 在那日 他们怎样呢 你说 真主啊 国权的主啊 你要把国权赏赐谁 就赏赐谁 你要把国权 从谁手中夺去 就从谁的手中夺去 你要是谁尊贵 就是谁尊贵 你要是谁卑贱 就是谁卑贱 福利只有你掌握 你对于万事 却是全能的 你使夜入咒 使咒入夜 你从无生物中 取出生物 从生物中 取出无生物 你无量的供给 你所抑郁的人 信道的人 不可舍 从教以外的人 为盟友 谁犯此禁令 谁得不到真主的保佑 除非你们对他们 有所畏惧 而假意应酬 真主使你们防备他自己 真主是最后的归宿 你说 你们的心事 无论加以隐晦 或加以表白 真主都是知道的 他知道天地万物 真主对于万事 是全能的 在那日 人人都要发现 自己所做的善恶 记录在自己面前 人人都希望 自己和那日之间 有很远的距离 真主是你们防备他自己 真主是忍爱众仆的 你说 如果你们喜爱真主 就应当顺从我 你们顺从我 真主就喜爱你们 就奢佑你们的罪过 真主是制设的 是制辞的 你说 你们当服从真主和使者 如果他们违背正道 那么真主却是不喜爱 不信道者的 真主却以拣选阿丹 努哈伊布拉辛的后仪 和义木兰的后仪 又使他们超越世人 那些后仪 是一贯的血统 真主是全聪的 是全知的 当时义木兰的女人说 我的主啊 我是愿以我 腹中所怀的奋献你 求你接受我的奋献 你却是全聪的 却是全知的 当他生了一个女孩的时候 他说 我却已生了一个女孩 真主知道 他所生的孩子的 男孩不像女孩一样 我却已把他叫做麦衍 求你保佑他和他的后裔 免遭被弃绝的恶魔的骚扰 他的主接受了他 并使他健康地成长 确实 做我一个善良的子童 你却是听起祈祷的 正当在克尼亚站在内殿中 祈祷的时候 天神喊叫他说 真主以耶和亚向你报信 他要证实 从真主发出的一句话 要长成宗贵的客气的人 要变成一个善良的先知 他说 我的主啊 我却已老迈了 我的妻子不会生育 我怎么会有儿子呢 天神说 真主如此为所欲为 在克尼亚说 我的主啊 求你 为我预定一种迹象 天神说 你的迹象是 你三日不说话 只做首饰 你当多多地纪念你的主 你当朝夕地赞他超绝 当时天神说 玛丽亚真主 却已怕 连选你 使你纯洁 使你超越全世界的妇女 玛丽亚啊 你当服从你的主 你当寇头 你应当与鞠躬的人 一同鞠躬 这是关于优玄的消息 我把它提示给你 当他们用占究法 决定谁抚养 玛丽亚的时候 你没有在场 他们争论的时候 你也没有在场 当时天神说 玛丽亚啊 真主的确 把从他发出的一句话 向你报喜 他的名字是 玛丽亚这次卖西哈尔萨 在今世和后世 都是有面子的 是真主 所亲近的 他在摇篮里 撞年时 都要对人说话 他将是一个善人 他说 我的主啊 任何人都没有和我接触过 我怎么会有儿子呢 天神说 真主要如此创造 他所抑郁的人 当他判决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只对那件事情 说 有 他就有了 他要教他书法和智慧 他要教他去教化 以色列的后裔 尔萨说 我去把你们的主 所降世 你们的迹象 带来给你们了 我必定 我必定 为你们耳 用泥做一个 像鸟样的东西 我吹口气在里面 他就奋真主的命令 而飞动 我奋真主的命令 能医治天然王 大麻奔 又能使死者复活 又能把你们所吃的 和你们 煮藏在家里的食物 告诉你们 对于你们 此中却有一种迹象 如果你们是信道的人 我奋命来证实 你以前的陶拉底 并为你们解除 一部分禁令 我已昭示 你们从真主 发出的一种迹象 故你们应当敬畏我 应当圣从我 真主却是我的主 也却是你们的主 故你们应当崇拜他 这是正路 当儿子却知 众人不信道的时候 他说 谁为真主而协助我 众门徒说 我们为真主而协助你 我们已确信真主 求你作证 我们是归顺者 我们的主啊 我们已确信 你所降识给我们的经典 我们已顺从使者 求你是我们加入 作证者的行列 他们用计谋 真主也用计谋 真主是最善于用计谋的 当时 真主对儿子说 我必定要使你受众 要把你耀身到我那里 要为你尽敌 不信道者的污蔑 要使信仰你的人 在不信仰你的人之上 直到复活日 然后 你们只归于我 我要为你们判决 你们所争论的是非 至于不信道的人 我要在今后两世 严厉地惩罚他们 他们绝没有任何援助者 至于信道而且行善的人 真主要使他们享受 完全的报酬 真主不喜爱不义的人 这是我对你宣读的迹象 和睿智的教训 在真主看来 儿仨却是像阿丹一样的 他用土创造阿丹 然后对他说有 他就有了 这是从你的主将士的真理 故你不要怀疑 在知识降临你之后 在与此为你争论的人 你都可以对他们说 你们来吧 让我们召集我们各自的孩子 我们的妇女和你们的妇女 我们的自身和你们的自身 然后让我们祈祷真主 弃绝说谎的人 这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 真主却是万能的 却是智瑞的 如果他们背弃正道 那么真主对于作恶的人 却是全知的 你说兴奋天经的人啊 你们来吧 让我们共同终守一种双方认为公平的信条 我们大家只崇拜真主 不以任何物配他 除真主外 不能以同类为主宰 如果他们背弃这种信条 那么他们说 请你们作证 我们是归顺的人 兴奋天经的人啊 你们为什么和我们 遵遍伊布拉辛的宗教呢 陶拉提和尹志利是在他 弃世之后才降世的 难道你们不了解吗 你们这的人 自己知道的事 固然可以辩论 怎么连自己所不知道的事 也要加以辩论呢 真主知道 你们却也不知道 伊布拉辛既不是犹太教徒 也不是基督教徒 他是一个信奋正教 归顺真主的人 他不是一物配主的人 与伊布拉辛最亲密的 却是顺从他的人 和这个先知 和信道的人 真主是信士们的保佑者 兴奋天经的人中 有一部分人 希望你们迷雾 其实 他们只能使自己迷雾 他们却不觉悟 兴奋天经的人啊 你们明知真主的迹象是真实的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那些迹象呢 兴奋天经的人啊 你们为什么明知故犯的 以为乱真 隐晦真理呢 兴奋天经的人中 有一部分人说 你们可以在早晨表示确信信士 所受的启示 而在惋惜表示不信 你们这样做 他们或许叛教 你们只可以信任你的教友 你说 引导却是真主的引导 难道因为别人获得 像你们所谓获得的启示 或他们将在真主那里与你们辩论 你们这样用尽吗 你说 恩惠 却是有真主掌握 他把他赏赐给他所抑郁的人 真主是宽大的 是全知的 他为自己的恩惠 而特选他所抑郁的人 真主是有魂恩的 兴奋天经的人中 有这样的人 如果你托付他一千两黄金 他会交还你 他们中也有这样的人 如果你托付一枚金币 他也许不交还你 除非你一再地追究他 这是因为他们说 我们不为不是字的人而受处分 他们明知故犯地 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 不然凡建约而且敬畏的人 都是真主所喜爱的 因为真主确实 喜爱敬畏者的 以真主的盟约和自己的盟事 换取些微代价的人 在后世不获恩典 复活去 真主不和他们说话 不采他们 不敬敌他们的罪果 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 他们中却有一部分人 篡改天经 以便你们把曾经篡改的 当作天经 其实那不是天经 他们说这是从真主那里降世的 其实那不是从真主那里降世的 他们明知故犯地 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 一个人进门真主赏赐经典 智慧和预言 他不至于对世人说 你们做我的奴仆 不要做真主的奴仆 但他必说 你们当作崇拜造物主的人 因为你们教授天经 送洗天经 他已不至教你们 以众天神和众先知为主宰 他们既归顺之后 他怎能教你们不信道呢 当时真主与众先知 递接蒙约 我已赏赐你们经典和智慧 而后有一个使者来证实 你们所有的经典 你们必须确信他 必须辅助他 他说 你们承认吗 你们愿意为此事 而与我弟约吗 他们说 我们承认了 他说 那么你们作证吧 我已和你们一同作证 此后 凡被信约言的人 都是罪人 难道他们要舍真主的宗教 而寻求别的宗教吗 同时 天地万物 无论自愿与否 都归宋他 他们将来只被招归于他 你说我们确信真主 确信我们所受的启示 与伊布拉金 伊斯玛 伊尔顾巴 和各支派所受的启示 与摸撒 尔撒 和众 先知所受的 他们的主的启示 我们对于他们中的任何人 都不加以启示 我们只归顺他 舍伊斯兰教 而寻求别的宗教的人 他所寻求的宗教 绝不会被接受 他在后世时亏损的 既表示信道 又作证实者的真实 却眼见民政的将领 然后表示不信 这样的民众 真主怎么会引导他们呢 真主是不引导 不义的民众的 这等人的报应 是遭受真主的弃绝 与天神的 和人类的 共同的诅咒 他们将永居火域中 不门减刑 也不门缓刑 为后来悔过自心的人 将门 舍诱 因为真主 却是致辞的 却是致舍的 进道之后 又服不信 切变本加厉的人 他们的忏悔 绝不被接受 这等人 的确是迷雾的 在世时没有信道 临死时 忍不信道的人 即使以满地的 黄金赎罪 也不被接受 这等人 将受痛苦的刑罚 他们绝没有 任何援助者 你们绝不能 获得全善 直到你们 分捨自己 所爱的事物 你们所施舍的 无论是什么 却是真主 所知道的 一切食物 对以色列的后裔 原是合法的 除非在 将士陶拉底之前 以斯玛依的后裔 自己所借出的食物 你说 你们拿陶拉底 再当面送毒吧 如果你们是诚实的 此后 凡假借真主的名义 而造谣的人 都是不义的 你说 真主所说的是实话 故你们应当 宗首 宗奋 正教的 以布拉金的宗教 他不是 以物配主的 为世人而创设的 最古的清真寺 却是在 麦加的那所 吉祥的天房 全世界的向导 其中有许多名镇 如以布拉金的 立足地 凡入其中的人 都得安宁 凡能履行到天房的 人人都有为真主 而朝进天房的义务 不信道的人 无所于真主 因为真主 却是无求于全世界的 你说 兴奋天经的人啊 真主是见证你们的行为的 你们为什么不信真主的迹象呢 你说 兴奋天经的人啊 你们既已见证 为什么要阻止 信道的人 入真主的大道呢 便想暗示他是写道呢 真主绝不忽视 你们的行为 信道的人嘛 如果你们顺从 曾受天经中的一部分人 那么 他们将使你们在信道之后 变成不信道的人 你们常常听见 别人对你们宣读真主的迹象 实者又与你们相处 你们怎能不信道呢 谁信托真主 谁却已被引导与正路 信道的人嘛 你们当真实的畏惧真主 你们除非成了顺主的人 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 不要自己分裂 你们当铭记 真主所赐你们的恩典 当时 你们原是仇敌 而真主联合了你们的心 你们借他的恩典 而变成教包 你们原是在一个火坑的边缘上的 使真主使你们脱离那个火坑 真主如此为你们揣明他的迹象 以便你们终寻正道 你们中有一部分人 导人与至善 并劝善皆恶 这等人却是成功的 你们不要像那样的人 在明镇降临之后自己分裂 常常争论 这等人将受重大的刑罚 在那日 有些脸将变成白皙的 有些脸将变成离黑的 至于脸色变黑的人 天神将对他们说 你们信道之后又不信道吗 你们为不信道而尝试击法吧 至于脸色变白的人 将入于真主的慈恩中 而永居其中 这是真主的迹象 其中包含真理 我对你宣读他 真主不欲 窥望众生 天底万物都是真主的 万事只归真主 你们是为世人 而被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 你们劝善戒恶 确信真主 假如兴奋天经的人 确信正道 那对于他们是更好的 他们中有一部分是信誓 大部分是罪人 他们无论在哪里出现 都要陷入悲见之中 除非借真主的合约 与众人的合约 不能安居 他们应受真主的浅怒 他们要陷于困苦之中 这是因为他们不信真主的迹象 而且妄杀众贤之 这又是因为他们违抗主命 超越法度 他们不是疑虑的 兴奋天经的人中 有一派证人 在夜间送读真主的经典 并且为真主而叩头 他们确信真主和末日 他们劝善皆恶 争先为善 这等人是善人 他们无论行什么善 绝不至于徒劳无仇 真主是全知敬畏者的 不信道的人 他们的财产和子童 对真主的惩罚 绝不能批译他们意思好 这等人是火月的居民 将永居其中 他们在军事生活中所施舍的 比如寒风吹向自欺的民众的 河家上把他毁灭了 真主没有亏望他们 但他们自欺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不要以不同教的人为心腹 他们不遗余力的谋害你们 他们希望你们遭难 他们的口中以吐露冤恨 他们的心中所隐晦的优伟恶毒 我却以为你们传明许多迹象 如果你们是能了解的 你们喜爱他们 他们却不喜爱你们 你们却信一切天经 当他们遇见你们 就说我们已信道了 他们私下相聚的时候 为冤恨你们而咬自己的指头 你说你们为冤恨而死亡吧 真主却是全知心事的 你们获得福利 他们就忧愁 你们遭遇祸患 他们就快乐 如果你们坚忍而且敬畏 那么他们的计谋不能伤害你们一丝毫 真主却是周知他们的行为的 当时 你在早晨从家里出去 把信誓们布置在阵地上 真主是全聪的 是全知的 当时你们中有两伙人 想要示弱 但是真主是他们的保护者 信誓们只信扩真主吧 百德尔之意 你们是无事类的 而真主却已冤住了你们 故你们应当敬畏真主 以便你们感谢 当时你对信誓们说 我的主降下天神三千来援助你们 还不够吗 不然 如果你们坚忍而且敬畏 而敌人立刻来供你们 那么你们的主将是 希基的天神五千来援助你们 三千来援助你们 真主只以这个应许 对你们报喜 以便你们的心境因此而安定 援助只是万能的 炙烈的主 那里下降的 他援助你们 以便对于不信道的人们 或捡出一部分 或全部加以凌辱 以便他们失败而归 他们却是不义的 真主加以奢诱 或加以惩罚 你对这件事是无权过问的 天地万物都是真主的 他要饶恕谁就饶恕谁 要惩罚谁就惩罚谁 真主是制设的 是制辞的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不要吃重复加倍的利息 你们当敬畏真主 以便你们成功 你们当防备那 以为不信道的人们 而预备了的火域 你们当服从真主和使者 以便你们盟主的怜悯 你们当真先去福 从你们的主发出的舍诱 和那与天地同观的 以为敬畏者预备好的乐园 敬畏的人在康乐时施舍 在坚满时施舍 且能易怒又能恕人 真主是喜爱行善者的 敬畏者当做了丑事或自欺的时候 纪念真主 且为自己的罪恶而求扰 除真主外 谁能奢诱罪恶呢 他们没有明知顾犯的顾恶不均 这种人的报酬 是从他们的主发出的奢诱 和夏令祝和的乐园 他们将永聚其中 踪行者的报酬真优美 有许多长道 已在你们之前逝去了 故你们当在大地上履行 以观察否认真理者的结局是怎样的 这是对于世人的一种宣誓 也是对于敬畏者的一种向导和教训 你们不要灰心 不要忧愁 你们必占优势 如果你们是信道的人 如果你们遭受创伤 那么敌人却已遭受同样的创伤了 我使其用周流与世间 以便真主分别信道的人 而以你们为见证 真主不喜爱不欲的人 以便真主锻炼信道的人 而毁灭不信道的人 真主还没有真别你们中奋斗的人和坚忍的人 难道你们就以为自己得入乐园了吗 遭遇死亡之前 你们却已希望死亡 现在你们却亲眼看见死亡了 穆罕默德只是一个使者 在他之前有许多使者却已逝去了 如果他病故或阵亡 难道你们要叛道吗 叛道的人绝不能伤损真主一丝毫 真主要报仇感谢的人 不得真主的许可 任何人都不会死亡 真主已注定个人的受限了 谁想获得今世的报仇 我给谁今世的报仇 谁想获得后世的报仇 我给谁后世的报仇 我将报仇感谢的人 有许多先知 曾有一些明哲和他们一同作战 那些明哲没有为在主道上所遭遇的艰难而灰心怠慢屈服 真主是喜爱坚忍者的 他们没有别的话 只说我们的主啊 求你饶恕我们的罪恶 和我们的过失 求你坚定我们的步伐 求你援助我们 以对抗不信道的民众 故真主将今世的报仇 和后世优美的报仇赏赐他们 真主是喜爱行善者的 信道的人们啊 如果你们顺从不信道的人 他们将使你们叛道 以至你们变成窥舌的人 不然 真主是你们的保佑者 是最优的援助者 我要把恐怖投在不信道者的心中 因为他们把真主和真主用来为证实的偶像去配他 他们的归宿是火域 不义者的归宿真恶劣 他们奉真主的命令而歼灭 敌中之初 真主却已对你们实践他的约言了 直到了在他使你们看见你们所喜爱的战利品之后 你们尽相示弱 内征 内征 违抗真主的命令 你们中有贪婪精士的 有企图护士的 之后 他是你们离开敌人 以便他试验你们 他却已饶恕你们 真主对于信事们是有恩惠的 当时你们败为远神 不敢回顾任何人 而使者在你们的后面喊叫你们 真主便已重重忧患报答你们 以便你们为自己所丧失的战利品和所遭遇的惨败而惋惜 真主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 在忧患之后 他又这样安宁于你们 使你们中一部分人瞌睡 另一部分人则因为自身而焦虑 他们像蒙昧时代的人一样 对真主妄加猜测 他们说 我们有一点胜利的希望吗 你说 一切事情的确都是真主所主持的 他们的心里怀着不敢对你表示的恶意 他们说 假如我们有一点胜利的希望 我们的同胞不至于阵亡在这里 你说 假如你们坐在家中 那么命中注定要阵亡的人必定外出 走到他们阵亡的地方 真主这样做 以便他试验你们的心事 锻炼你们心中的信仰 真主是全知心事的 两军交战之日 你们中败北的人 只因他们的犯过 故恶魔使他们失足 真主确已饶恕他们 真主是秩序的 却是智荣的 信道的人吗 你们不要像不信道的人一样 当他们的同胞出门病故 或阵亡前线的时候 他们说 假如他们同我们坐在家中 那么他们不至于病故或阵亡 你们不要像他们那样说 以便真主以此为你们心里所独有的悔恨 真主能是死人复活 能是活人死亡 真主是明察他们的行为的 如果你们为主 真主发出的慈恩 你温和地对待他们 假如你是粗暴的是残酷的 那么他们必定离你而分散 故你当饶恕他们 当为他们向主求饶 当于他们协商公事 你既绝技行事就当信托真主 真主的确喜爱信托他的人 如果真主援助你们 那么绝没有人战胜你们 如果他弃绝你们 那么在他弃绝你们之后 谁能援助你们呢 照信师们之信托真主 任何先知都不至于轻视公物 谁轻视公物在复活日 谁要把他所轻视的公物拿出来 然后人人都得享受自己行为的 完全报仇 他们不受亏望 难道追求真主的喜悦的人 像应受真主浅怒的人吗 他的归宿是火欲 那归宿真恶劣 在真主看来 他们分为许多品级 真主是明察他们的行为的 真主却以施恩与信师们 因为他曾在他们中派遣了一个同族的使者 对他们宣读他的迹象 并且凶套他们 教授他们天经和智慧 以前他们却是在明显的迷雾中的 他们所遭受的耸识 只有你们所加给敌人的耸识的一半 你们怎么还不说 这是从哪里来的呢 你说这是你们自作自受的 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 两军交战之日 你们所遭受的耸识 是依据真主的意志的 他要认识确信的人 也要认识违信的人 有人对他们说 你们来吧 来为主道而作战 或来自卫吧 他们说 假如我们会打仗 我们必定跟随你 在那日 与其说他们是信道的人 不如说他们是不信道的人 他们口里所说的 并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 真主知道他们所隐晦的 他们不肯参加战斗 却对教班们说 假如他们顺从我们 他们不会阵亡 你说你们为自身 抵御死亡吧 如果你们是诚实的 为主道而阵亡的人 你不要认为他们是死的 其实他们是活的 他们在真主那里享受吉亚 他们又喜欢真主赏赐的恩典 又喜欢留在人间 还没有赶上他们的那些教包 将来没有恐惧 也不忧愁 他们喜欢从真主 发出的赏赐和恩惠 而且喜欢真主 不使信士们徒劳无仇 他们遭受创伤之后 忍因真主和使者的召唤 他们中行善 而且敬畏的人 将享受重大的报酬 有人曾对他们说 那些人却以为进攻你们而即可队伍了 故你们应当畏惧他们 这句话却增加了他们的信念 他们说 真主是使我们满足的 他是优美的监护者 他们带着从真主发出的赏赐和恩惠 转回来 他们没有遭受任何损失 他们追求真主的喜悦 真主是有红恩的 那只恶魔只图你们畏惧他的党羽 你们不要畏惧他们 你们当畏惧我 如果你们是信道的人 真先投入迷信的人 不要使你们忧愁 他们绝不能损伤真主一丝毫 真主欲使他们在后世没有福分 他们将受重大的刑罚 以正道换取迷信的人 不能损伤真主一丝毫 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 不信道的人 绝不要以为我忧容他们 对于他们是更有利的 我忧容他们 只是要他们的罪恶增多 他们将受凌辱的刑罚 真主不至于让信使们 藏在你们的现状之下 但他试验你们直到真别 恶劣的与善良的 真主不至于使你们窥贱优选 但真主拣选他所抑郁的人作使者 故你们当确信真主和纵使者 如果你们信道而且敬畏 那么你们将受重大的报酬 恶劣真主所赐的恩惠的人 绝不要认为他们的恶劣对他们是有益的 其实那对他们是有害的 复活日他们所恶劣的财产就像上圈一样 套在他们的搏迹上 天地间的遗产只是真主的 真主是撤知你们的行为的 真主却听见有些人说 真主却是贫穷的 我们却是富足的 我要记录他们所说的话 和他们妄杀众先知的行为 我要说 你们尝试烧焦的惩罚吧 这是因为你们曾经犯罪 又因为真主绝不亏望纵仆 他们曾说 真主却以命令我们不可缺席任何使者 直到他昭示活所焚化的贡物 你说在我之前 有许多使者已昭示你们许多名证 并昭示你们所请求的 如果你们是诚实的 你们为什么想杀害他们呢 如果他们否认你 那么在你之前 他们却已否认过许多使者 那些使者曾昭示他们许多名证 点击和灿烂的经典 人人都要尝死的滋味 在复活日 你们才能享受你们完全的报酬 谁得远离火域而入乐园 谁已经成功了 今世的生活只是虚幻的享受 你们在财产方面和身体方面必定要受试验 你们必定要从 曾受天经的人和遗物配主的人的口里 听到许多恶言 如果你们坚忍而且敬畏 那么这却是应该决心做的事情 当时 真主 与曾受天经的人 礼约说 你们必为世人 闪明天经 你们不可隐晦他 但他们把他抛在脑后 并以他换取些微的代价 他们所换取的真恶劣 有些人对自己所做过的事情 洋洋得盈 对于自己未曾做过的事 爱受赞颂 你绝不要以为他们将脱离刑罚 其实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 天地的国权归真主所有 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 天地的创造 昼夜的龙流 对于有理智的人来说 此中却有许多迹象 他们站着 坐着 躺着 纪念真主 并思维天地的创造 他们说 我们的主 你没有突然的创造这个世界 我们赞你超绝万物 求你保护我们 免受火欲的心法 我们的主啊 你是谁入火欲 你却已凌辱谁了 不义的人绝没有援助者 我们的主啊 我们却已听见一个召唤的人 招人与正信 他说 你们当确信你们的主 我们就有确信了 我们的主啊 求你受用我们的罪恶 求你消除我们的过失 求你使我们与异人们死在一处 我们的主啊 你逢借纵使者的口 而应许我们的恩惠 求你把他赏赐给我们 求你在复活日 不要凌辱我们 你却是不爽约的 他们的主应答了他们 我绝不是你们中 任何一个形象者徒劳无丑 无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女是相生的 先居异乡者 被人驱逐者 为主道而受害者 参加战斗者 被敌杀伤者 我必消除他们的过失 我必使他们进那 夏林祝和的乐园 这是从真主发出的报酬 真主那里有优美的报酬 不信道的人往来四方 自由发展 你不要让这件事欺骗你 那些是稀微的享受 将来他们的归宿是火域 那卧乳将恶劣 敬畏主的人 却得享受夏林祝和的乐园 而永居其中 这是从真主发出的款待 在真主那里的恩典 对于义人们是更有益的 兴奋天经的人中 的确有人信仰真主 信仰你所受的启示 和他们所受的启示 同时他们是近视真主的 他们不以真主的迹象 换取些微的代价 这的人将在他们的主那里 享受他们的报酬 真主却是清算神速的 信仰的人们啊 你们当奸人 当奋斗 当戒备 当尽味真主 以便你们成功